光天化日之下 惊献吴头罗提女士 受害人头颅 乳房 下体被分割 而且不见踪迹 究竟是怎样的变态恶魔 能做出这样人神共愤的事情 杀人应该是个杀人 我的感觉是很震惊 因为我憧憬十年以来 第一次遇到这种 作案手段这么残忍的这个案件 因为 这个历史上 公安局 天黑了 吕宝们 集合了 本期为您带来的普法视频是 保定718案件 河北至今最暴力的凶杀案 时间 2010年7月18日 地点 河北省保定市熊县 早上7点半 村民老王用颤抖的声音 打了一个报警电话 声称在大营镇口头村 发现了一具无头女尸 接到报警后 熊县公安局立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当时的场景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负责勘察的侦察员也是头皮发麻 不多久 熊县警方成立了718专案组 此案也成为河北省的关注点 各地派出所通力合作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抓捕协议人 与其他刑事案件一样 要想侦破死案 就需要先确定死者身份 可死者全身赤裸 周边没任何义务 现场也没身份证 连证明其相貌的头颅也不存在了 那要怎么知道死者身份呢 这时 负责勘察现场的侦察员发现了线索 死者头颅已经不在了 可现场没有任何的低落状血迹 这就说明死者头颅很有可能就在附近 在对死者身体进行检查后发现 其肩膀有擦蹭的痕迹 而且上面还有铁锈 紧挨着尸体的地方 就有一口锈脊斑斑的竖颈 这说明什么呢 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嫌疑人本身是没打算将死者的头颅割掉 而是打算将尸体抛进这个竖颈中 可由于颈口不小 从而让死者的头部弄掉 身体发生多处擦蹭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警方对颈口进行了测量 他们发现颈口的直径在29厘米 而死者肩部有秀迹的距离也是29厘米 这就证实了警方的猜测 岂不是死者的头颅很可能就在这口树井里 没多想 警方对这口树井进行了探查 果不其然 他们在最底下找到了死者的头颅 同时还在里面找到其他身体组织 最后通过东拼西凑 他们得到了一个大体形状的人 随后通过法医的尸检 确定死者为26岁左右的青年女性 死亡时间在7月17日晚上8点左右 死因是窒息而亡 而且在死之前有过性行为 难道和死者发生关系的人就是凶手 同时负责勘察现场的侦察员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现场遗留了一个矿泉水瓶盖 经过检测 确定这是一位男性留下的 在通过与死者体内的小蝌蚪进行比对后发现 这都是同一男性的DNA 现场还留下了一些脚印 经过对比 这些脚印也是一名男性所留 很明显 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一名男性 随后 警方还在周边找到一些脱拽痕迹 这就能确认死者是被人开车拉到路边 然后拖到这口树井旁的 由于这口树井在偏僻的荒地里 不熟悉环境的人肯定不知道这 这就说明嫌疑人可能就是本地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死者会不会是本地人呢 就在此时 负责外围侦察的民警传来消息 他们在周边走访调查时发现 在案发的前一天 县里某饭店的女服务员突然失踪了 据老板回忆 该服务员在17号晚上6点左右出门后 再也没有回来了 现在打电话也没人接听 之前发现的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晚上8点左右 这和女服务员出门时间相差不远 同时通过了解 两者年龄也基本相仿 难道这名女服务员就是死者呢 为了能尽快确定 警方立即找到了当事人的父亲 在通过DNA的比对后 确认了死者就是女服务员 孙燃燃 女 今年26岁 一名普普通通的服务员 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对这样女孩下如此重的毒手 通过对孙燃燃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后发现 她本人也是一个乖乖女 上班勤劳不时 平时也深受朋友和老板的喜欢 根本没人想着将她杀害 警方只好从尸体本身出发 死者被发现时 身体特别干净 这就说明之前没有受过捆绑 同时死后是被人用车拉到路边后跑尸的 这就说明被害人死之前是活动自由的 而并非是被人挟持 嫌疑人和死者之间应该相识 甚至是约好了晚上要一块出去 而孙燃燃是晚上6点出门 那她应该就是去见的凶手 既然一个男人开着车和一个女孩子约会 那么她一定会来到孙燃燃打工的饭店 掌握了这一线索后 警方立即调取了17号傍晚饭店门口监控 在录像中他们终于发现了凶手的踪迹 在晚上6点左右 孙燃燃坐上一辆黑色的轿车离开了饭店 但由于监控录像模糊不清 车牌和车型都无法分辨 警方随后从北京请来了专家 对录像进行了技术处理 并找到卖车行 通过他们多次的辨认匹对 终于确定了车辆型号 确定车型号 紧接着就要进行排查 而保定是一共有此类轿车将近2000辆 警方迅速根据案发时间 车主的动向 警方很快将调查范围缩小 最后锁定了6个车主 这6个人拥有监控中的同类汽车 而且身材也和那个黑影相似 要想确定这6人中谁是凶手 可谓是相当简单 由于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过DNA 经过对比 终于确定了凶手身份 孙英明 男 身高1米67 荣城县大河镇人 知道嫌疑人具体是谁后 警方就开始对其进行抓捕 来到孙英明的家 蹲守了几个小时 也没发现他的踪迹 在通过对他父母的询问后得知 孙英明根本没在家 孙英明父母也很久没他的消息了 难道孙英明潜逃了 请相信正义只会迟到 不会不来 很快 警方就查到孙英明逃到了福建福州 在经过与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最终在车站给孙英明送了一对不锈钢银桌 而孙英明被抓后态度顽劣 装傻充愣 一问三不知 一直叫嚣警方抓错人们 可面对警方随后拿出来的证据 孙英明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经过了解 孙英明家境十分富裕 家里由于是做生意的 每年的利润不可不量 光在村内就有五户楼房 而孙英明又是家里的独生子 从小娇生惯养 由此性格变得不批 不爱和人交流 那他为什么突然会和死者交流起来 还将他无情杀害呢 皮裤套棉裤 我来说缘故 据孙英明供述 在2010年7月17号下午6点 孙英明吃完饭闲着没事 就以兜风为由约上了死者 两人由于相谈甚坏 就将车开到了偏远地方 在那里来了一场武斗 可由于战斗不超过十分钟 孙冉冉就开始嫌弃起来 自尊心受到侮辱的孙英明 就和孙冉冉吵了起来 紧接着还打起架来 一不小心 孙冉冉被掐死在车内 杀人后 孙英明并没有想着报警自首 而是开车将尸体拉到了一片农田 同警方推测那样 孙英明起初想把尸体扔进井内 可由于孙冉冉肩部太宽 根本扔不进去 害怕暴露的孙英明 就割下了被害人多出奇观 孙英明解释说 这些操作只是想单纯地迷惑警方 让警方查不到被害人身份 在交代时 孙英明显得格外冷静 在交代杀人细节时 也是明明白白 敏锐的警方嗅到了不寻常 在加大审讯力度后 孙英明交代了另一起所犯案件 同年五月份 孙英明将一名17岁内蒙女子残忍杀害 由于害怕女子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于是便把受害人的眼睛挖掉 随后用汽油烧光了受害人的尸体 毁尸灭尽 做完这一切 孙英明来到了福州 在一家整形医院做了整形手术 天网灰灰数而不漏 即使他化成灰 警方也会将他绳之于法 最终 孙英明被奖励致命花生米一个